过来,看我这一事,脏了都 大家好,我是金阳 咱们多比受伤天可不少了 有十天了,咱们 观察观察,她的脚丫子怎么样了 来来来,躺下,躺下 没事,我扶着呢 一二三,躺躺 这三条腿,你别说快着呢 你那像受伤的样子 出笼之后先玩一会,玩一会 她得躺下呢,过来,快过来 过来,过来 公民,过来,下药了,快回来 往那边躺也行,往你那边躺也行 注意走了啊,快动 还是打针打的这个 看怎么样 好多了啊 这开始长这个外边这层皮呢 还有浓吗 没事,这个坑比以前小毒了啊 没有了,知道吗 扒着我 还过去还跑 还跑 跑上上哪去 就跟犯错的小孩似的一样 玩心不退是不是 看这压 压压压压,你多重知道吗 行了,行了,躺下 躺下,一二三 好,好,别动 别动 哎呀 看一看啊 还在伤口 牛牛,你闭嘴吧你 给它擦一下就行 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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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给它抹点药膏 好了快点 还有鞋呢 还有鞋呢 那肯定啊 搁谁谁 搁谁的伤口还不好的 里边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那个脏东西的 就是它的指甲缝里面可能清理不到的那个地方 有那个 会浓似的那种 但是真的它你看那个外边那个皮已经硬了 硬了慢慢的就长好了 这两个脚掌那已经有硬的那个皮了 嗯 哎 你给它整了它还得清理 你就算给它抹了药膏 你也得拿着它的脚晾一下才可以 别动啊 抹这个它不疼 一天来一遍 一天来一遍就好了啊 前期它那个有浓水你就得让它释放出来 放完了之后就开始给它夹药了 其实啊 这伤口没有割到咱自己身上 如果说你看咱人 手上有个伤口 就一点点的伤口就疼了 不行不行的 你就看狗狗身上它那么大伤口 它能不疼吗 只是它足够坚强 它不会像咱人类一样去表现出来 真的是多米是坚强的女汉子 有苦说不出 哈哈哈 说你呢 女汉子 一会儿给你来点吃的 来点零食吃好不好 靠了靠了你 不能白擦是不是 自从我们多米被咬了之后 它这个出来玩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 为啥 它在笼子里边看见别的狗时 它这爪子还上前搭着搭那个那个什么呢 这个网子呢 你要让它出来的时候 你看看 根本就不闲着 咬这个球来回甩 再一个就是 那个腿啊 变成三根腿的 跟兔子一样来回窜 我怕累着它 所以说就不让它出来 嗯 哎呀呀呀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过来 你不能填啊 不能填 烫烫 烫烫 一会儿都沾地上了 一会儿都沾地上了 别动 你看看没 它就跟小孩一样 你说看不好的话 蹭一下就起来了 你最起码抹上这药膏 你得让它稍微吸收一下 是不是 你吸收一下 你这个脚丫子在沾地 或者是你直接那个铁食吃了它 它也没事啊 最起码它管点用 要不然 啥用不管 全给甩掉了 你看他腿 一会儿痘痘了 哈哈哈 故意的这是 哎 告诉我呢 你别动我了 我疼啊 疼了 没事啊 这又快了 你看我 我看着那个脚掌那个坑 已经没有那么深了 刚开始那个那个深 再一个就是那个脚丫子也肿胀 现在脚丫子也不肿胀 还行 恢复的不错啊 这家人家伤筋动骨一百天 他这 这家挑数可不少 这快半个月了 还 就是 就让人看到之后 呀好了 没有那种感觉 还得半个月 我这两天都没给他打针 我怕把他那个脖子上也打一个包 所以说就给换成药片 吃两天药片 吃两天药片 吃两天药片还跟糊弄小孩一样 你就得放到一个肉里边 藏到那里边 然后蹭 他就吃了 别蹲蹲 去 多米 下的 他也是下的 就怕给打针 行了 咱们就期待下一次再抹药的时候 让大家 再看他的时候啊 就是已经好了 不用怎么抹药了 比这个强了 比这个强了 不能说一下好了 比这个强了 虽然说一个大伤口 但是还是忍不住多米去 凶猛的跟牛牛去干架 在龙子隔着一道网子 他俩总是在咬 老是咬 明天不行 就把多米放到这边 跟艾拉换一下 嗯 让他俩换换我 颤抖的腿 激动的心 颤抖的腿 哈哈